每年春天 春兰花开了 树上开满的不是鲜花 而是大妈 前些年是图片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些大妈 大爷们自己发网上去的 最近几年呢 因为视频发达了 因此说最近几年 树上开满大妈的视频 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我前一天说过一句话 等这批人都走了 我们的国民素质会提升一大劲 其实不是我说话恶毒 我说话再恶毒 我也没有这些大妈们 祸害人恶毒 如果说恶毒 我仅仅是语言恶毒 而他们是什么呀 他们是行为恶毒 他们是身体力行的恶毒 是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恶毒 我不认为我说话损 我假设 如果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人人都和我一样 说话那么损 那么您觉得 我们的社会 还会有那么多的不文明 我说话这么损 都不能制止这批大妈们 开满春天的树鸭 前一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树上开满了大爷大妈 大妈呢衣着鲜艳 说白了就和北京燕沙桥那儿 夜里十二点以后 在风中凌乱的女的似的 一个大妈在树的中心 旁边呢 罗列了一大批大爷 他们疯狂的摇动树枝 鲜花在和煦的春风的吹拂下 飘飘洒洒 结果好 摇大了 咔嚓树枝断了 掉下了好几个大爷 大妈没掉下来啊 但是已经是花容失色 估计得换尿店了 比如我本人啊 咱都有点岁出的人了 我们出去是不是得知道 而且懂得 我们是不是得顾及一点行为举止啊 是不是我们得懂得和注意 我们的言语行为等等 别太粗俗吧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吧 但是你再看那些树上开满的大妈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女儿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的母亲 但是我知道 他们的行为是如此的粗弼 他们的认知是如此的低下 树上开满大妈 是每年开春的一大景观 其实只有他们行将就木 这个世界从此再也没有他们了 也许啊 社会才会风清气朗一点 我记得前一年啊 也是几个东北的仨女的一个男的 我估计是老婆姐姐妹们的关系吧 黑龙江的 他们几个开着豪车 在海南的农村 香道呢 瞎转悠 他们看到路边的芒果特别好 结果他们停车就开始摘 因为没人嘛 实际上就是偷 结果呢 被人家逮到了 他们说以为是无主的呢 结果人家要多少多少钱 这几个人认为你们讹我们 这几个人还挺横 一点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 意思是说 你就说多少钱一斤吧 我安静赔你 不就得了吗 我就当采摘了 结果人家不干 少了多少多少钱 我就报警 就把你们抓走 其实人家没事闲的 人家没事人家讹你玩啊 你不偷 人家能讹你吧 你不还是偷了吗 我认为 这种小偷小墨 就甭管着他 直接一万 给钱走人 不给钱 那就法办 我们愤怒的 不是多少钱 而是你的这种行为 你要是喊喊人 谁的芒果 我要买点 你把人家喊来 可能人家不要钱 送你几个 得了你拿走吧 因此说 对于这种人 就得百倍千倍的钱 让他出 主要是让他长记性 你还别不服 你不说我讹你吗 我要了钱 我直接捐了 我也不得这个钱 但是 我必须让你感到疼 我要让你记住 成年人啊 不可以 小偷小摸 OK 就到这 我是非洲满年老李 咱下期再见 吧 好